大家好,我是红明星 那在上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讲到了HTTP Request的对象 那在这一次课程当中 我们接着上一次课 没有讲完的内容继续给大家去讲 那接下来我们去了解一下HTTP Response 那这个Response的这个对象 Response的这个对象的话呢 它是一个响应对象 响应对象就是从服务端 从服务端返回给客户端的一个对象 这个Response的这个对象 是由我们自己去创建的 是由我们自己创建的 Request的对象呢 是Jungle帮我们创建的 对不对 我们只需要去使用它 但是Response的这个对象 是必须我们自己去创建 而且大家要记住 就是每个微诱方法都必须返回一个HTTP Response的对象 就是每一个微诱请求处理的方法 请求处理的方法 因为我们在微诱里面的话 写的方法一般来说都是要去请求 去处理请求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如果是这些方法的话呢 你都必须要返回一个Response的这个对象回去 好 Response的这个对象呢 同样是在HTTP的这个模块下面 有一个HTTP Response 我们刚才有看到过 好 那这个对象的话 那有的同学可能就会疑惑了 对不对 疑惑了 每个微诱的请求处理方法都必须要返回一个Response的对象 那有的同学可能就会疑惑 为什么我的这个两个 请求处理的方法都没有返回Response呢 都是返回的一个Render 都是调用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有的同学就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很奇怪 那其实这个Render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它其实是返回的一个Response的对象 我们可以点过去看一下 按住Country 然后鼠标左键 我们点过去看一下 那这个方法的话呢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结尾 那其实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这个方法 它还是返回的一个Response的对象回来 好 所以这个呢 就印证了我们的这个说法 就是每个微诱请求处理的方法 它必须是返回一个Response的对象 Response的对象 所以这是大家要了解到的 然后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Render的方法 它算是一个快捷的方法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自己去构造这个Response的对象 比如说 好 比如说 这个地方呢 去构造的这个对象 好 我直接把代码复制过来 复制过来 这个地方呢 就不用去写 好 我们每一个方法都是要求把这个Response的对象返回回去 对吧 好 返回回去 那我们看一下这样的一个结果会是什么 刷新 好 因为看到我这个地方的这个结果同样是有页面出来 对吧 有内容出来 只是呢 不是我刚才的那个模板的页面 对吧 不是我刚才的那个模板页面 好 如果说我的这个地方没有去返回Response的对象会怎么样呢 没有返回Response的对象 那这地方就会出错 它就会给你出这样的一个异常 Value Arrow 就是它必须要求你们如果是看到 如果是看到这个异常的话 那就是说你的这个请求处理方法 没有返回Response的这个对象 OK 这个Response的对象的话呢 我们还可以去设定它的内容 类型 就是你去设置它是文本的类型 还是Json的对象的类型 还是Xmail的格式 都可以去通过它去指定的 指定的 好 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我这地方 虽然说返回了一个文本对象 好 虽然说返回了一个文本对象 返回了一个字符串 在界面上显示出来 但是我原来的那个模板 好像不在了 对不对 好 原来的那个模板不在了 我希望把那个模板 就是这个table.htm的模板显示出来 要怎么来做呢 要怎么来做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官方文档 好 这个官方文档里面呢 就会有介绍到 大家要去学会 怎么去看这个官方文档 好 是在这个里面 那就应该是在这里 来看一看 我们要用 它原生的这种方式 返回一个 HTTP Response的对象的话呢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如果我们不用Render的方法 我们要自己去 手动的去构造一个 HTTP Response的对象 那这个地方 它有给出这样的一个事例 那这个事例 我直接去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了之后 把这两句代码先给注释掉 好 然后把这个代码拷过来 拷过来之后 我这地方还需要用到一个load 这个load应该是Template的 那个模块下面的一个方法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下面的一个东西 把它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了之后呢 好 首先通过一个gettemplate去得到模板文件 好 得到模板文件之后呢 然后我要传递的这个参数 要传递给模板的参数 我需要先把它定义好 好 定义好了之后呢 去返回一个response的对象 HTTP Response的对象 然后通过这个模板对象的 里面的一个rend的方法 好 rend的方法 然后把我们的要传递的参数 传递进去 对吧 好 然后这个内容类型呢 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内容类型 我们是一个html的文档 不是一个xml的文档 所以我们这地方要给它改一改 内容类型 内容类型 因为我们网页的内容类型 是非常多的 网页的内容类型 有可能它是一个图片 有可能是一个网页 也有可能是一个视频 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指定它的内容类型 然后我们的浏览器呢 才好去识别它 好 才好去识别它 那我这样改变之后 好 我这样改变之后呢 再访问一下这一面 好 再访问一下这一面 好 我们这个模板 好 模板就出来了 对吧 好 模板就出来了 可以 但是这个地方的信息 好像没有对 我看一下呢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变量 对吧 好 这个地方应该是变量 就是我们查询到的 那个用户列表的变量 我这个地方 刚才写成字符串了 所以 没显示对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样可以 好 这个 这是通过Response的这种方式 就自己构造Response的方式去 去做的 去做的 好 然后我们默认的Jungle 默认我们在 创建的时候 它给我们导入了这个Render的方法 这个方法的话呢 是一个减写的方法 就相当于把前面的 我们刚才写的这么多的自己构造的这个代码 简化成了这样一句代码 对不对 简化成这样一句代码 好 所以呢 推荐大家用这个它简写的方法去 可以让你的代码更加简洁 好 除了这个简写的方法之外 还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Render to Response的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更简洁 好 这个方法更简洁 比如说刚才的这个代码 我如果是用 Render to Response的话呢 还要简洁一点 好 把这个方法名沾过来 好 但这个方法呢 还是需要先导入 导入的话 它依旧是在这个模块下面 好 导入过来了之后呢 这地方的这个request的参数 就不需要传了 连这个方法 是不是比上面的这个Render方法 还要简洁一些 就是request的这个参数都不用 都不需要再传递 好 同样实现的这个效果 依然是一样的 OK 好 依然是一样的 好 这几个方法 这几个方法 HTTP Response的这个方法的话 Render to Response 这都是它的一个简写 都是一个简写的方法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 推荐这两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 当然你们用当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 任何一种都可以 OK 那除了这个的话 还有一个这个request request这个方法 大家也有必要去认识一下 这是一个跳转的方法 这个方法 它同样 同样是一个response的对象 同样也是在这个模块下面 我们可以把它导入进来 好 request 看一下 好 是叫这个名字 对吧 好 这个名字 好 我这个地方的课件上面 这个名字写错了 应该是叫这个名字 好 少了一个1 好 应该这样子的 好 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跳转的方法 同样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方法 它也是返回的一个 好 response的对象 我们来看一看 request 好 然后它是返回的一个什么 request request class 对吧 然后我们再点counter 再跳 好 跳过来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request的 这个class 其实是response的对象 只不过这个response的对象 OK 这个response的对象 它是换了一个名字 这个其实是response的这个子类 我在这地方给大家有备注 而http-response request 那它是htt-response的这个子类 那这个的话 这两个类 一个是临时跳转 一个是永久跳转 就是我们在做重叠项的时候会用的它 好 还有比如说这个response的这个loge fund 就是你要缓回404的页面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去返回一个404的这个状态回去 还有像接生response 那它是返回接生支付串的这样的一个response的一个子类 OK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 还有很多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 还有很多 这地方就不一去讲了 不一去讲 response的这个子类 是很多的 很多的 你们要去详细的了解的话 还是去看我给大家的这个资料 官方文档的资料 通过它去了解 通过它去了解 好 Redirect的这个方法的话 它也是一个response的对象 好 response的对象 那只不过呢 它不是去炫了模板了 它是去干嘛呢 它是去做页面跳转 比如说 我这个地方希望它跳转 比如说跳转到百度.com 那我就可以让它跳转到具体的某一个地址 具体某一个地址 那我当我再去刷新的时候 你会看到我的这个网页 它发生了一个跳转 它跳转到百度那里去 跳转到百度那里去 同样 我也可以跳转到我自己的这个某一个网页上面 我自己的这个网页 除了Hello的这个路径的话 我还定义了一个test 对吧 然后有一个ID 有一个key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我还可以让它跳转到比如说 这样的一个路径上面去 对吧 这是我自己网站上面所定义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我可以让它跳过去 好 这样也可以 好 这样也可以 这个它就跳到这个路径来了 对不对 看到没有 当我去访问Hello的时候 它不是显示的Hello 而是跳转到另外的一个网址了 OK 好 这是这个Redirect 这些方法都是非常常用的 非常常用的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去掌握和了解它 好 这是关于Response 关于Response 大家要挤住几个关键点 它的常见的类 那还有常见的在这个Response对象上面 扩展的一些常用的方法 好 还有呢 记住我们每一个微有请求处理 它必须是返回一个这个Response的对象回去 对不对 OK 好 除开这个内容的话 还有一个呢 这个方法也是我们非常常用的一个方法 好 这个LOCKS的方法 这个LOCKS的方法的话 怎么来用 怎么来用 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这个地方去渲染模板的时候 渲染模板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这个值 传递的这个 传递给模板的这个字点 是我们手动去构建的 对不对 手动去构建的 好 构建好了之后 我们能够去正常的访问 好 能够正常的去访问 但是这种访问 但是这种访问的话 如果说我这个地方要构展的内容 要传递给模板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如果要传递的这个内容是非常多的 可能不止这个一个变量 可能有十多个变量 那你是不是要写很长 就你这个字点 你要构造的话 构造很长 所以呢 Jungle里面它提供了一个简写的方法 就是这个Locus 这个Locus的话 它会把当前的这个作用域的变量 一起传递给模板变量 不管是你自己定义的 还是系统定义的 它都会一起传过去 传过去之后 同样是以字典的方式 你就不用自己去拼接那个字典了 这样的它能够达到一个简化的目的 所以你看我这个地方的代码 改成这个Locus之后 我的这个Uranlist里面的数据 依然是传递过来的 对吧 依然传递过来的 能够在模板上面正常的去显示 这个Locus 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就是直接将函数当中 所有的变量全部传给模板 这个全部变量就包含了你自己的 也包含了 也包含了系统的 也包含了系统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把这个Locus 打印出来看一下 可以打印出来看一下 好 你就会看到 那其实这个Locus 它返回的东西非常多 非常多 有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Uranlist 对吧 好 还有一些 其他传递过来的变量 对吧 包括我们的request的对象 那这些都都一起传递过去 所以这种方式 它达到一个简化的目的 但是呢 同时也有弊端 也有弊端 就是它会多传递一些变量 多传递一些变量 造成一定的浪费 多造成一定浪费 但是在很多时候 我们为了使用方便 还是推荐大家用这个方法 不然的话 你自己就构造一个 可能太复杂了 代码的可读性也不好 OK 所以这个方法 大家还是应该要了解 好 这是我们这一次课的一个内容 这次课的内容的话 就先讲到这里吧 好 谢谢大家